当杀手 对,我其实很想当杀手 就是我很想尝试 类似于什么小丑女啊 然后包括英雄联盟金克斯 就是这种比较疯狂 然后的那种杀手的那种感觉 杀手不太冷里面那种 对,就是反正就是比较有自己性格特征 很明显的 就外表酷酷的 然后其实感情都在心里 对,感情都在心里 而且就外表就是那样 呀 才是个疯子 其实你们俩真的可以结合 因为一般的精神分裂 到最后都会走上杀手的这条路 对呀,刀子当杀手 是没有那个法律词 跳过这一趴 那人语模仿计算器的声音 算是非常独特的个人特技了吧 现场能模仿一下吗 归零 归零 一加二等于三 你这个计算机怎么还在加速的 还可以进去 等于 等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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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零 归零 关闭计算机 登登登登 实在是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 还可以自动调节 声音大小 还可以自动加速 减速 计算器 那个声音有点哑 好像被主人摔坏了 太智能了 这个计算器 那瑞琪有什么就没有表现出来的绝技 我可以模仿动物的声音 你们选一个动物我来模仿 好好好 鸟 你可以学鹦鹉 鹦鹉呀 我昨天还专门看了有一个鹦鹉的那个视频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舅 你看那个 他有颤异 他比人类还唱的好 对 唱的真的好 还有没有想看的动物 这样吧 想打拖 来来你你点 狼狼狼 郎狼狼 我正想说 他正想说狼 哦哦哦 这狼破音 这狼绝对�В안 没有 这个狼就是得破音 这种破音 一般人还学不出来呢 这狼应该是昨天晚上听了一晚上的same 然后跟他一起一直在唱 一直在嗨 然后嗓子有点哑 嗓子哑了 所以我们都可以理解 那我们来翻几个微博的粉丝提问 好不好 好的 他们都非常的喜欢你们 关心你们 所以有一些问题 我们昨天删选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 可以请两位模仿一下对方撒娇吗 所以其实撒娇太可怕了 你不是以为撒娇才可怕吧 我撒娇模仿不然 互相模仿 所以其实上我们打课的时候 给你点时间想 所以就上我们打课 我这个怎么又做错了呀 我不管 张大炮 你怎么又做错了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错了 然后再躺地上了 哎呀我觉得这个翻的这个粉丝问题 真的翻得太好了 张大炮 你干你了快 真的吗 我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是这样呢 只是你穿过有点严重 我没有你那么严重 没有 牛耳鱼就是 就是那种什么 那我给你们撒个娇吧 Bringring 是这样子吗 你就是这样 你们是第一天看到彼此眼中的 另一个自己吧 我经常 我有时候会模仿他还要那种 那 那我给你们撒个娇吧 就是这种 还要撒个娇吧 还要往后退一下 撒个娇吧 然后欲据还迎 撒还是不撒呢 撒呀 那你们俩一起 给我们撒个娇嘛 给我们粉丝的 把我们撒个娇嘛 刚不是撒过了吗 好难 刚才是 刚才是你们模仿彼此 现在是你们要变成你们自己 一起来撒个娇嘛 怎么撒 我的撒娇就是 就是哎呀 只有疯狂的时候才会这样呢 那怎么才能让你疯狂 疯狂 我不知道 哈哈哈 我的心 就是兴奋点 不知道是什么 例如我们现在在上表演课 然后 然后三二一 让你立刻来撒娇 好 三二一 哎呀 真的很讨厌 卡卡卡卡 哎呀 怎么可以吃兔兔 怪我怪我怪我 对不起来 再等我一下啊 那之前人羽生日的时候 瑞奇送了一个非常有意义 纪念意义的笔记本 对吧 我可以两遍 然后人羽也说用这个本子来创作嘛 对 所以这个本子现在用了多少页了 可以透露一下 一半吧 什么都在写 也不止创作 嗯 嗯 第三个问题就是 刚过完年嘛 你们俩回家过年的时候 有没有碰见 亲戚问你们什么样的奇葩问题啊 奇葩问题呢 还好哎 我亲戚们都比较好 怎么问 有没有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练习累不累啊 就是你们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 就更多可能是这种问题 更多的是作为长辈对你们的关心 对 然后我想代表你们的粉丝传达给你们的一句话 就是 练习再累 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他们非常非常的爱你们 对 昨天在我们的官方下面一直在说 只想让你们注意身体 照顾好自己 会的 会的 我最近睡的可早了 那提到粉丝的爱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一个 互动环节 就是粉丝跟你们的电话连线 嗯 然后呢 两人在一半秒的时间内 要轮流回答粉丝提出的问题 就是 瑞奇